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尽管全球经济可能出现下滑,但台积电似乎完全致力于继续为越来越小的节点建设新的静元厂。 该公司确认在第四季度,开始其N3节点的首次商业生产,并预计N3节点将在2023年贡献其整体收入的4%至6%。 根据彭博社报道,N3节点这类3奈米工艺的先进半导体制成,不可或缺的EUV及紫外微影曝光设备,可说是现代工程奇迹。 荷兰艾斯莫尔生产的半导体设备,不但每套价值1.5亿美元,更由10万个零件组成,是生产各位数奈米级晶片的重要设备。 只是一套EUV曝光机台每年耗电量达1兆瓦,是前几代设备10倍,还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,半导体产业还是全球推动节能减碳的巨大绊脚石。 晶片代工龙头台机电拥有80几套EUV曝光机台,是全球由此设备最多的半导体厂商,且台积电南科价值200亿美元厂房也安装新一代设备。 台积电EUV耗电量约等于斯里兰卡每年2100万人。 据2020年统计,台积电占台湾能源消耗6%,到2025年将升到12.5%。 除了台积电,美商记忆体大厂美光,也预定中科厂房安装EUV曝光机台。 根据彭博社分析师说法,三年内台湾晶片代工厂,有四分之一晶片生产都依赖EUV设备,除非晶片厂自己兴建发电厂,否则未来无法提供足够电力。 尤其半导体产业对台湾经济至关重要,电力短缺肯定会发生。 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警告,台积电大幅占据台湾能源,冲击其他产业。 另外,根据前沿晶片研究机构IMEC说法,半导体如此高能耗设备,使发展可再生能源更重要紧迫。 台湾严重依赖化石燃料,2016年政府制定目标,到2025年要利用可再生能源,如太阳能和海上风能达20%,不过7月能源评估报告显示,截至2021年底,电力来源只有60%可再生能源,故官员将2025年目标下调至15%。 不仅台湾,全球第二大晶片代工企业三星也面临挑战,三星韩国有6个半导体制造基地,占2021年耗电量3%,三星借为客户制造晶片与台积电竞争,也在积极扩大购买EUV机台。 虽然三星EUV数量比台积电少,却未公开说明究竟有多少套。 6月三星会长李在荣,还前往荷兰与艾斯莫尔商谈新交易。 韩国60%以上电力来自燃烧煤炭和天然气,政府目标是,2030年将碳排放量从2018年减少40%,需将可再生能源占比,由2021年7.5%提高到2030年30%。 台积电与三星的竞争对手,英特尔表现则更为从容。 部分原因是,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、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冈州的晶片厂,可取得较多再生能源。 2021年80%电力来自再生能源,高于前一年71%,但因也在发展先进制程,整体用电量也显著增加。 美国与欧洲都通过晶片法案,振兴本地半导体产业,应对供应链波动与地缘影响。 不过法案显然没有将半导体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大入考量,使生产EUV设备的艾斯莫尔面临前所未有需求增长。 即便美国新禁令冲击中国取得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计划,但对艾斯莫尔影响不大。 彭博分析师数据显示,2023年的年营收可能会增长30%以上,金额大约260亿美元。 艾斯莫尔财务长表示,艾斯莫尔正在研究到2025年,EUV设备年产能由70套增加到90套的可能性。 这些先进EUV机台,其中就有不少是为下一世代,即3奈米以下的2奈米等制程而准备的。 就在10月下旬,鼓励员工休假风波后,全球半导体龙头大厂台积电承诺将持续投资台湾。 去年,竹科宝山二期扩建案通过环平之后,台积电两奈米厂今年第三季已展开整地工作,下一代设厂位置成为主目焦点。 继竹科两奈米厂之后,据了解,台积电将启动先导计划,预计最新两奈米以下即一奈米制程, 以落脚新竹科学园区辖下的桃园龙台园区,并于明年展开龙台园区三期园区报边程序,扩大北部半导体聚落。 对此,台积电对台湾中央社回应称,设厂地点选择有诸多考量因素, 台积电会继续在台湾投资先进制程,不排除任何可能性,并持续评估在台适合半导体建厂用地。 一切以公司正式对外公告为主。 此外,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也表示,龙潭科学园区目前开发总面积107公顷, 可出租土地面积43公顷,出租率已经高达99%。 意味着若台积电要想在龙潭扩厂,恐怕难以取得可作为工业的用地。 不过,竹科管理局称,各个园区的开发各有不同课题, 如厂商仍有产业发展需求,且政策支持,竹科管理局会排除困难, 并与地方政府合作,积极协助产业用地的布局,维持台湾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。 毕竟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聚落完整,生态体系拥有40年以上的培养, 超过1000家供应厂商,而台积电的最先进1奈米制程,也会优先在本土进行投资。 另外,根据多家媒体消息显示,台积电正进行的这间神秘晶片厂的早期规划阶段, 就是其第一个恩义节点。 据工商时报报道,新工厂将建在桃园的一个科技园内, 极可能就是龙台园区,距离台北西南方不到一小时车程。 台积电在该科技园,已经有一对晶片封装和测试设施, 使其成为晶片工厂的合适地点。 这将是台积电在台湾最北部的晶片制造厂, 尽管它预计要到2027年的某个时候才开始失生产。 台积电没有证实任何细节,但该公司也没有直接否认该报道。 尽管目前对N1节点的状况了解不多。 根据台积电的测量,N1节点最终可能是一个1.4nm的节点, 但该公司仍处于这个节点的研发阶段的最开始阶段。 当然,台积电的N2节点在2025年,即可进入商业生产, 这也是台积电首次放弃FinFET架构,转而采用GAA架构。 在N1节点的技术细节方面, 其实早在数月前,台湾大学台积电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共同发表研究, 首度提出利用半金属壁作为二维材料的接触电极, 可大幅降低电阻并提高电流,使其效能基于锡一致, 有助实现未来半导体1nm的挑战。 这项研究也已于Nature期刊公开发表。 台湾大学近日同步表示, 目前锡基半导体主流制程已进展至5nm及3nm节点, 晶片单位面积能容纳的电晶体数目也将逼近半导体主流材料, 系的物理极限,晶片效能无法在逐年显著提升。 一直以来,科学界对二维材料寄予厚望, 却苦于无法解决二维材料高电阻及低电流等问题, 以至于取代系成为新兴半导体材料仪式, 始终是指纹楼梯响。 此次由台大、台积电与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发表的研究, 首先由美国麻省理工团队发现, 在二维材料上搭配半金属币的电极, 能大幅降低电阻并提高传输电流。 随后台积电技术研究部门Corporate Research将币沉积制程进行优化, 台大团队并运用氦离子树微影系统, 将原件通道成功缩小至奈米尺寸, 终于获得这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。 这项合作自2019年展开, 合作时间长达一年半, 包括台大、台积电、麻省理工学院等皆投入研究人力。 在下一代EUV、微影突光机台、技术都即将就绪的情形下, 现在看来台积电布局N1节点的1奈米制程厂房正是恰逢期时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、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